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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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社工在我们社会 除了协助我们伸脏团体 中低收入户还有老人等落势的团体以外 还要包括有刚才表演过的家暴 还有我们儿童受虐或者性欺爱 最主要的还有我们紧急灾难的时候 都需要我们社工的一个投入 在这边特别感谢他们的新长 为感谢彰化县内所有社会工作人员 不分昼夜不畏监牢 为弱势族群辛勤的提供服务 使社会大众对社会工作的专业 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向社会大众宣导社工专业 并感谢社工的辛劳 希望社会大众能更清楚了解 社会工作史和目前发展现况 隐患起社会大众对社工专业的重视 每年的4月2号是国际社工日 彰化县政府为了表彰社工伙伴 长年对于社工社会服务工作的辛劳 所以我们今年特别举办一系列的活动 那么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我们表扬社工同仁 长期对于社会服务工作的辛劳跟投入 同时最值得庆贺的是 我们今年特别举办一个社工基优的一个表扬大会 那么让所有社工奉献的辛劳的同仁 都能够适时得到我们县政府的表扬跟鼓励 我也希望借这个机会 赋予社会大众大家一起来重视社会服务的工作 来鼓励我们社工的伙伴 那么让社会更祥和更幸福 谢谢大家 本系列活动办理方式与内容 包含有静态文艺活动及动态活动 欢迎各单位、机关、社工和社会大众 一同来共襄盛举 踊跃参与这一助人行业之日 并给予彰化线内所有辛勤工作的社工支持与鼓励 谢谢大家